这绝对是我穿过最差的欧文正代 哟 欢迎来到NZO的视频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 欧文8代的实战测评 哦不对 人家现在叫Kairi Infinity 首先你们觉得颜值怎么样 0到10分可以给它打个分 这双鞋我拿到手上的第一印象 就是它的用料质感以及工艺都特别的差 做工也不怎么样 我最受不了的就是这个鞋帮开口 这啥呀这是 它是怎么能做成这么一个造型的 从后面看更是离谱 这就像我小时候穿的那种几十块钱的国产杂牌篮球鞋 后跟穿垮了之后的样子 然后再看一下鞋头这块的用料 有点离谱吧 跟以前的欧文鞋差距也太大了 不过可能钩子也知道 自己这个鞋面主体的材料使用的太差 他还真的想办法做了一些弥补 前掌边缘这一直到鞋帮周围 用的都是质感还不错的真皮材质 而且这些地方用的都是头层牛皮 但是依然拯救不了它的整体质感 反正我个人是非常失望 不知道你们觉得怎么样 可以留言聊一聊 顺便简单看一下鞋盒 这次鞋盒长这样 上面有很多隐藏的图案 但是里面没有任何图案了 鞋盒翻过来的彩蛋也没有了 然后重点还是鞋标着 这次这双鞋的名字叫 Kairi Infinity 不叫欧文8了 反正也无所谓 就是个鞋型梗 8和无限的符号长得也都差不多 关键是8代签名鞋用Infinity 这个概念 为的这道8已经玩过了 简单说完这些 我们还是回到最重要的实战部分 虽然比较失望 但是也得按流程走 告诉大家它为什么让我这么失望 首先老规矩来看一下它的脚型适配 在这个环节 毕竟Nike的鞋楦素质还是在的 这一点上不能说是拉胯 上脚之后脚感还是很舒服的 拉紧鞋带之后 也能提供还不错的包裹感 不过这次前掌的包裹性 有明显的下降 因为鞋面换成这种特别廉价又特别薄的塑料 网布 前掌的包裹感就显得非常松滑 没有以前那种特别紧致 特别结实的锁定感了 然后鞋帮这锁定也不行 这个开口形状真的是莫名其妙 里面还填了巨多的海绵 老粉们应该知道这个支持点 鞋帮的填充 鞋舌的填充真的不是越厚越好 这双鞋明显做的就是过厚了 所以要把鞋帮收紧 最上面的鞋带就得系的非常紧 不过即使系的特别紧 还是没有办法完全锁死 你的脚踝稍微动一动 旁边又会多出很多的多余空间 所以脚踝处真的没什么包裹感可言 只是看起来是一个高帮 不过这双鞋适合的脚型范围还是蛮大的 我这双是EP版 前掌也算是宽窄适中 鞋舌也可以开得很大 脚踝这也这么大 所以各种脚型基本都可以穿 内侧足弓也没有明显的刚性支撑 所以扁平足穿进去也不会个脚 然后在底线上 它的鞋垫是一片特别特别薄 差不多只有3毫米左右厚的 类似OrtoLite鞋垫 也是有一定慢回弹的效果 踩上去可以贴合足底的形状 所以整体的脚型适配 范围比较广 脚感也是比较舒适的 但静态上脚也隐约能感觉到 整双鞋是比较松垮 比较散的 至于脚感比较散是什么意思 我们就在动态的环节 一点点跟大家说 在跑动表现上 首先在前后落差的方面 我没有具体的数据 但是隐约能感觉到 前掌比之前的5 6 7 3代 都要更低一些 而且这次也没有很明显的 前高后低的错觉 我不知道是不是前后落差 调的稍微大了一点点 或者很有可能是因为 气垫配置发生了变化 它的前掌采用了一块 zoom strobo 和GT run上面的块是同款 前掌也是没有中底部的 但由于这双鞋的鞋垫 特别普通 并没有做特殊的开槽设计 所以前掌气垫的周围 它填了一圈非常软的泡棉 然后后掌是一块 口香糖zoom 这块口香糖zoom 真的是太小了 不过苍羊肉也是肉 口香糖zoom也是zoom 相比泡棉材质 它还是没那么容易衰减的 而在跑动中 后跟到脚尖的过度 还是比较流畅的 前掌的小弧度 后跟的小坡度 这些设计都还在 而且后跟的泡棉 整体比较薄 立线控制的思路 和之前的漆带是一样的 除了后掌加了块气垫之外 中足还破天荒的 内置了一块抗扭片 不过面积依然非常小 并且强度也特别小 跑动中除了前后掌过度 立线控制 以及前后落差 做的还不错之外 我感受到最明显的缺点 就是跑起来中底特别的散 有一说一 这块前掌zoom turbo的表现 还真不如以前zoom turbo的配置 前掌静态踩起来是挺爽的 气垫的感觉很明显 但是由于它直接踩在脚底下 太容易形变了 踩不稳踩不实 极限还不高 一蹬地直接感觉踩到地面上了 昨天我好朋友 也试穿了我这双鞋 因为它比我高 体重比我大 所以它上脚的感受就是前掌 感觉不到气垫 为什么 因为直接踩扁踩到底了 而之前的zoom turbo 虽然脚感不明显 但是它上面有中底部 下面还有中底和外底 这样上下两层就可以把气垫压紧 让气垫处于一个紧绷 灵敏的状态 能让你感觉到来自气垫更强的回弹 而在它身上 这种灵敏的回弹感反而没有了 而且这次的前掌 无论是周围的包边 橡胶上翻 以及斜面 整体的强度比前几代差太多了 除了前掌刚性弱以外 中段的抗扭转也是特别的弱 这就让我感觉在各个方向启动 突破的时候 一脚踩下去 脚底下都特别的肉 尤其是在变向之后 压低重心突破 脚在这个位置前掌蹬地的时候 中段实在是太弱了 太软了 而回想一下以前的欧文鞋 整个前掌这一块 刚性是很足的 刚性太弱 就导致蹬地非常的乏力 蹬一步卸半步力的感觉 并且前掌的内部 由于气垫太软 本来刚性就下降了 再加上外侧这儿 没法配合外侧足弓的刚性结构 这就让我的脚背 还有外侧足弓 承担了更多的负担 突破多了之后是很累的 另外内侧足弓 明显支撑也不足 因为没有硬质材料的上翻 橡胶在中间这儿 甚至还断开了 这个方向上的抗扭转也非常差 另外鞋面材料还特别软 后跟的港宝强度也特别低 这个位置脚跟特别容易往出顶 所以内侧足弓支撑也不足 打一会之后 内侧足弓也会有酸痛的反应 不过这双鞋 还是有唯一一个足弓支撑设计的 就是这一块 这块材料是动态的 它是这样插到中底的方向的 所以拉紧鞋带 还是能够起到一点点足弓支撑效果的 不过它本该有的这些设计 都没有做到位 加了这一个补墙 又有什么意义呢 作为一直以来 已适合变相著称的欧文签名鞋 到了这次的欧文八代 它的横移表现也异常的拉胯 首先它的抓地力居然也不太理想 不知道咋想的 它的前掌纹路做的特别长 橡胶还特别软 在蹬地时 纹路的形变特别明显 这样侧向的抓地就特别肉 一点都盯不住 我昨天打球横向真的划了好几次 昨天室内的木地板条件相当好了 而且非常干净 不过这双鞋每蹬一下就要划小半步 而且它特别怕场地上有材料分界的地方 比如说木地板上画线的位置 还有地上有贴标的地方 我穿其他的鞋都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这双鞋只要一踩上那些分界处 一定会划一下 而且地上只要滴上一滴汗 踩上之后也会明显打滑 而变相中最让我失望的 就是这双鞋整体的抗扭转表现 以及前掌的支撑锁定性 其实单干侧向支撑做的还是挺到位的 外侧有中底上翻 皮质的补墙 还有这块软橡胶的加固 中底外底的材料也在这个方向上 我还扩出了很多 能够提供一个这个方向的支撑 而在前掌它就主要插在鞋面材质 以及前掌的气垫 它的zoom strobo太容易形变了 每次侧灯一脚下去 鞋里面就会在上下方向 吃出很多的多余空间 受力处极具下限 这时脚在鞋里就会有一个扭转的趋势 而不同于以前的欧文鞋 它的鞋面材质非常软非常薄 又没有什么强度 没有加固 外侧脚趾是被很勉强的硬生生的顶在这的 这一片穿久了脚趾也会有点难受 然后鞋帮处也是永远系不紧 系紧了刨两步 脚踝两边又是一堆多余空间 而且后跟港宝的强度 真的是非常拉胯 你们看我根本就没怎么使劲 轻轻一捏直接扁下去了 你说这你受得了吗 然后在脚背这更是鬼材设计 看见中间这块交叉的皮质没 我一开始还以为是什么高级的动态绑定设计 没成想它真就是单纯的做了一个叉 直接固定在脚背的两头 真的是绑定了个寂寞呀 而最离谱的还是它在加了抗扭片的情况下 抗扭转依然非常差 同样的我很轻易的 用很小的力就可以把它扭成麻花 而且扭完之后 它甚至都不会自己恢复形变 而为什么前三代的欧文正代中毒没有抗扭片 但却依然非常适合变相呢 就是因为那几代鞋面强度够 中段前掌的锁定刚性都足够 而到了Infinity也就是八代 真的就全线崩溃了 内外侧的刚性都特别差 变相时特别吃力 而且我昨天也就穿了差不多一个半小时 两只脚的脚背 外侧足弓以及内侧足弓 都有不同程度的不适感 你们可别说是自己的问题 不要赖球鞋 这双鞋真的是有很大的责任 已经影响到了我昨天在场上的表现 然后来到弹跳表现 在投篮时 前掌的场地感非常模糊 脚底下软软的晃晃的也踩不稳 整个中段也不太稳定 急停跳投就更别提了 脚底下完全是飘的 而在极限的弹跳表现上 我还没有做充分的测试 因为我最近的身体状态不是特别好 就没有太用力穿它去跳 不过可以明确的是 后跟周围的触地表现还是不错的 能踩的比较稳 而且相比于前掌 后跟的纹路明显短了很多 抓地力也稳了很多 但是非常松散的中段 力穿倒效果不佳 前掌的气垫还有锁定性带来的不稳定感 也是会产生明显的泄力 在落地缓冲的方面 前后掌极限都偏低 尤其是后掌 这块口腔弹zoom 除了有一丢丢的脚感之外 承受不了任何的冲击 用脚跟稍微剁一下地 就可以直接踩穿 因为后跟整体就比较薄 气垫也是又薄又小 前掌气垫由于放置方式和气压的关系 也是一脚直接到底 防侧翻的表现还算可以接受 前掌中底外底向外扩除了很多 还有这一块软橡胶限制了一部分的形变 虽然前掌是球形外底 但是边缘弧形的起点还是非常靠外的 前掌的安全性还是OK的 非实战性能部分 先来称下体重44.5码 左脚单只400克 右脚415克 重量还是比较轻的 然后透气性也就是中等水平 前掌这块鞋面透气性可以 但是这两块没用的皮质 限制住了脚背处的透气 另外鞋帮处由于锁不紧 两边一直有多余空间 也是提供了不少的透气性 所以打完了也没有感觉特别闷热 而耐久度自然是非常拉胯的 拉胯的不是外底耐不耐磨的问题 而是整双鞋的刚性 我第一次穿就变得这么差 之后肯定也会越穿越差 到后面就是脚背 脚趾 内外侧足弓运动损伤的问题了 至于性价比 这样一双钩子鞋 咱就不用聊了吧 最后总结一下这双欧文8 它就是目前为止最差的欧文正代 除了它的脚感还比较舒服 直线跑动脚底过度还比较流畅 前后落差感受也比较合理之外 几乎就没什么优点了 启动感差 场地感差 鞋面支撑锁定差 抗扭转差 耐久度差 基本上妥妥预定今年的黑榜了 不过我也不是说这双鞋就差到不能穿 这个还真不至于 我认为如果打打养生球 还有中学生校园里随便打打 这双鞋还是能穿的 只是它的极限太低 太容易被突破了 过了强度极限 它完全就是垃圾 如果碰不到它的极限 你真有可能觉得 它也挺舒服挺好穿的 你看去年欧文7 都糊弄成什么样了 不是照样卖爆吗 光是中国的欧文脑残小粉丝 就够让耐克赚饱了 有些小孩还贼忠实 让人坑了 还在这替人家打抱不平呢 你们就看吧 这种鞋博主要是说不好 底下喷的人有的是 这个我也真的没办法 只能希望大家 能把这个视频多多分享给 欧文的球迷 或者是想买这双鞋的人 真的不推荐购买 顺便也别忘了关注点赞三连 把这个视频推出去 能够让更多人看到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测评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对这双鞋 有任何的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 实战过的 也请记得分享下 你的实战感受 最后还是感谢你们的观看与支持 This is Enzo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